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剛才王總有介紹就是說 我們雞都要吃好食物 那身體才會健康 請問我們自己在吃東西 是有沒有吃很健康的食物 常常我們有時候說為了吃美食 要吃這個希望是好吃對不對 但是吃到最後的態度 可能就是說管他的 好一夕都沒關係 就是為了美食可以犧牲掉生命 這樣是對的嗎 其實我們應該深思一下好不好 但是我們如果要怪人家的話 不如說先怪自己 我家裡自己吃的是不是衛生 是不是乾淨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說 一開始要先做實驗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煮 要煮的話要把它煮出來變嫩的 雞胸肉 所以我們要需要時間 所以先講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 好好再介紹一下理論 一般來講就是說 我們的雞 還有很多蛋白質 雞胸肉還有很多蛋白質 那這個蛋白質煮了會變硬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報告更詳細的 那變硬以後 大家會說這樣不好吃對不對 事實上我們老祖宗煮的時候 雞沒有這麼硬 比如說鹹水雞好了 會把雞呢 先用鹽巴醃一下 生的雞肉先醃一下 然後在煮的時候呢 因為鹽巴滲到這個肌肉裡面去以後呢 它的保滋性會提高 什麼是保滋性呢 就是說你煮的時候 肉在高溫的時候 它一定會收縮 正常的話大概收縮25% 如果你在鹽水裡煮的話 它會收縮30%大約 但是你是把肉在生的時候 先醃過以後 再去煮的時候 它的收縮降成20% 各位有沒有發覺看的是20 25 30對不對 如果說我可以留了 多留5%的汁液在裡面 它的保滋性提高 那就會好吃 但是有沒有發覺 老祖母在做的時候 做鹽水雞 是把生的雞肉先泡鹽 但是我們在傳承的時候 沒有講清楚 或是我們被配方背錯了 我們在煮的時候 是不是常常放鹽水 煮的時候就變收縮30% 更硬 所以很多人不會煮雞胸肉 就會怪罪說 有鹽巴有問題 事實上鹽巴對我們是有幫助的 有沒有常常聽說 少油少鹽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尤其對老年人 這醫生在講的時候 要講得很精準 最好是講說 適當的油適當的鹽 為什麼呢 鹽巴在我們身體裡面 是很重要的一個傳導 如果你沒有鹽巴的時候 你的傳導不好的時候 你味覺不好 比如說 純水是不導電的 純糖水不導電 但是鹽水導電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說 所有的甜食裡面 都要放一點點的鹽巴 有點甜加點鹽 有這句話 所以說鹽是沒有這麼可怕 但是如果說你完全不吃鹽 你說我身臟病吃鹽吃的很少 到最後可能會滴鈉出問題 更糟糕 好不好 所以是適當的鹽 所以說傳承很重要 就是說我用鹽巴 怎麼讓我的肌肉變嫩 你們來看一下 我先講做法 很簡單 也就是說 我剛才有特別強調 生的肌肉要用鹽醃一下 我常常問過很多大廚 請問你們把肉絲用醬油醃一醃 是為什麼 或調味 我說還有呢 他想了半天說 好像有比較嫩一點 有沒有發覺 所有的肉絲用鹽醃過 或用醬油醃過以後 再去炒的時候 它的保滋性提高以後 它就會嫩 是這個原因 當然很多人說 我可以加太白粉 但太白粉是外面 讓擋住 讓這個 汁不容易出來 事實上 如果你加太白粉 煮了久一點 它的汁還是會出來 只是把它擋住 但是擋不住全部 還是會硬一點點 所以 一個是用擋的方法 一個是我鹽巴進去 就像各位 有沒有發覺 吃口味重的人 是不是容易得高血壓 口味重 身上的水 是不是要流多一點 高血壓 其實我們現在就是讓雞 來做高血壓劑一樣 等於說 這個雞肉 如果說我去泡了鹽水以後 生的時候 它裡面的鹽水 讓它的保滋性提高 它的肉就會更嫩 好 先把生的雞腔肉 泡在5度 5%左右的鹽水 什麼是5%呢 大概海水的濃度 你大概嘗一下 稍微鹹一點的湯 大概就5% 泡 40到60分鐘左右 泡完以後 你其實就是把它煮透 當然不是要煮很久很久對不對 大概煮透 確定它熟了 用筷子去插過 沒有血水了 可以插過去了 這就是熟了 就可以吃了 這時候雞胸肉就很嫩 所以 我們等一下 甚至有樣品 可以傳給大家去摸一下 感覺一下 哪些是雞胸肉 就是說我一塊雞胸肉 把它切成兩半 切成兩半 一個有泡鹽水 一個沒有泡鹽水 然後兩個把它煮透 你會發覺 這兩個的口感 會完全不一樣 用手摸 還沒有這麼明顯 只有一點點 感覺說有一個軟一個硬 但你吃的時候就感覺非常好 好 我們來做一下實驗 簡單來講 我先把這個火開起來 現在 已經開了嗎 已經開了 好 我們把雞胸肉放進去 注意 這個肉呢 是我們前面 已經 做過處理的 那這個要放在 冷水裡開始煮起來 為什麼從冷水開始煮起來 我們還要做熟成 同時做熟成的時候 肉會更嫩 待會兒 我會跟各位介紹火候 就是說 基本的四個工法 殺青熟成 梅納焦糖 從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一般講火候 都會講到關鍵四工法 那這個廚房裡面 其實是很有趣的一個實驗 我們把它當作實驗室 你用殺青熟成 梅納焦糖來做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殺青 殺青就是讓酵素 撕掉活性 上次我跟各位報告過就是說 我用65度C以上 可以當殺青 當然也可以用研發 也可以用化學奧品 剛才說做皮蛋 是不是化學奧品 用鹽巴煎 蘿蔔乾也是 都可以 最近呢 我吃了一次那個 明蝦 大的明蝦 這個廚師犯了一個錯 怎麼樣 太忙以後 把冷凍的明蝦 直接倒在水裡面 去慢慢加熱 這個時候 因為溫度降下來 慢慢加熱的時間很長 他在做熟成 結果明蝦就不掉了 結果不好吃 所以各位可以看 那我們如果要快速加熱的話 我可以 要把它解凍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 我要慢慢加熱的時候 我凍不用解掉 也可以 就是冷的慢慢煮起來會更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胡椒蟹 各位也常常去馬來西亞 常常吃到胡椒蟹對不對 他們一定把它切開來以後 或者用油來爆一下 這時候你的蟹肉就非常Q彈 但是如果說你把同樣的蟹肉 尤其很大的蟹肉 用小火慢慢去蒸 或慢慢去燉 這個蟹肉就會不好吃 這就是殺青好不好 殺青苦就是要利用很大 很快速的高溫 讓這個酵素瞬間失掉火氣 保留他原來的Q彈 比如說你去炒青菜的時候 是不是要用大火爆炒 對不對 大部分青菜都大火爆炒 但是不是絕對 比如說我們滷白菜 滷白菜是不是要小火 因為滷白菜我要嫩 所以不一樣 也就是說 你要看你的食品 是你要Q彈 還是要嫩 這樣來決定 要不要殺青 第二個 蘋果以滾水來汆燙 蘋果當然你可以用鹽巴 也可以用醋 這兩個都可以 但是呢 簡單的方法就是說 我不吃鹹的 我不要太鹹 我也不要太酸 我不要用檸檬汁 那怎麼辦呢 滾水來汆燙 這也是可以解決的 再來看茄子 各位可以看到 茄子是一種強抗氧化劑 如果你加溫的時候 它很容易變色 那怎麼辦呢 我用更高更高的溫把它制止住 讓它酵素撕掉 活性以後 用油去燙一下 茄子就會非常漂亮 再來看蘿蔔乾 蘿蔔乾如果做的好吃的話 擺回來以後 它不會變軟化 你就要把它裡面的苦水壓掉 裡面的酵素水壓掉 壓掉以後 再曬太陽再壓 連續兩三次的動作以後 10斤大概可以得到3斤的蘿蔔乾 這個時候這個蘿蔔乾可以擺很久 它可以維持原來的Q彈 這也是殺菌 再來看一下熟成 酵素在50到60度C的時候 它的活化力比較強 它可以讓食材變嫩 比如說我們在做牛排的時候 各位一定不會把牛排從頭把它煎到尾 煎到尾的話會很硬 對不對 但是你會說那我燉牛肉的時候 不是就大火一直燒嗎 燒到硬的沒關係 我繼續燉就好 請問你的牛排有沒有辦法 用水再去燉 不太可能對不對 是煎的 所以你一定要很技巧的時候 就是說 我加熱加到中間的時候 加到50度C左右 我停一下它會變軟 變軟以後 我再加熱到這裡剛剛好 如果你直接加熱過頭 就會太硬 就會不好吃了 燉牛肉沒問題 但是牛排會有問題 豬排也是一樣 如果說你豬排一次加溫 加到底的話 就是很硬 但是如果你把豬排 稍微加熱中間點 熱到溫的時候 你移到旁邊去 給它個20分鐘左右 讓它去快速瘦身 這時候回來在煎的時候 炸的時候 這個豬排就很嫩 宜蘭蒜肉也是一樣 它先把這個粗的蒜肉 先去泡在溫水裡面去 泡一陣泡到瘦身 然後你要吃的時候 它再把它拿出來 再去高溫煮透 這樣蒜肉就會嫩 根基類蔬菜也是一樣要做熟成 比如說你燉蘿蔔 胡蘿蔔 你是要軟嫩對不對 這時候要小火 也就是說 葉菜類絕大部分是大火來爆炒 根基類要小火來燉 再來看梅納反應 梅納反應的定義就是蛋白質跟澱粉 在120度C左右 它會變得焦香 變焦香 比如說我們來看 喉包蛋 各位吃喉包蛋的時候 沉到碗裡再加醬油 還是在鍋子加醬油 很多人是 各一半大概都有 事實上你醬油如果沒有經過爆香的話 香度不夠 好的方法是說 醬油直接加在鍋子裡 但是加進鍋子的時候 記得一件事 火不能太大 如果你火繼續開的話 因為溫度太高 油的溫度是不是可以到160左右 醬油就焦掉了 就苦了 焦了就不香 就是因為這樣子 很多人就不敢加在鍋子裡 事實上你火關掉的時候 再加點醬油就比較沒問題 這個就是梅納醬油 那比如說我們的辣椒醬 各位在炒菜的時候 辣椒醬的時候 是不是要爆香一下 辣椒才會香 這也是梅納反應 那肉也是用油去煎一下 會比較香 水煮肉就不香 再來看焦糖反應 糖在165度C左右 會產生香醇味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是 碰糖 碰糖就是把蔗糖呢 加溫以後 加水以後 把煮滾了以後 收汁以後 當它的黏度到很黏 會牽絲的時候 火關掉 等它稍微冷一點 黏稠度再提高 它的氣泡性是很強的時候 你就加點小蘇打進去就可以 但是你不能煮過頭 再煮過頭變焦糖以後 它的保持力就不強 氣泡跑掉就沒辦法煮冬糖 冬瓜糖還有焦糖 咖啡都是 糖葫蘆也是 就是把這樣糖 燒到黏稠以後 去蘸番茄 就等於糖葫蘆這樣 那我整個比較一下 就是用溫度來看的話 就是大於65 酵素消出飼料火腥 快速飼料火腥 快速飼料就是50度C左右 也就是說 看你要是什麼情形 你決定你的方法 功法就很重要 煤納跟焦糖 那一般來講 我們要簡單燒法 就是簡單 大部分的青菜是殺青來提升清脆 剛才講白菜乳是要熟成 對不對 根筋的也要熟成 大部分的肉 要快速飼料 但是香腸火腿不要 香腸火腿的話 本身來講 它是有放蕭 它的酵素已經飼料火腥 梅納可以提升香味 焦糖當然可以提升我們的食慾 我本人以前是生冷不濟 我會吃生死我都吃 撒西米也吃 但是酵素很好我知道 但是呢 如果說我今天有病 我一定要吃酵素 我當然繼續吃 但是因為現在了解 我就開始緊張了 撒西米裡面 你可能有蟲跟蟲卵 或者說生菜沙拉裡面也會有 所以我現在比較不太可以吃 反而吃戒斷飲食 什麼戒斷飲食 少糖 少澱粉 因為糖可能是我們最糟糕甜蜜的 這個食品 很危險 糖吃多身上是不是血液流不動 或者會堵塞 身體容易出問題 所以開始 我們要改變我們的飲食態度 很多人在不知不覺中後 吃到很多會煮熟的 當然我們知道情中感的時候 更要小心對不對 不太熟的東西要少吃 像各位在吃水餃的時候 會不會檢查一下裡面水餃有沒有生的 事實上我在吃的時候 如果是冷凍水餃 大概五次會退一次 我把水餃直接打開 先看裡面有沒有熟 不熟的話請老闆 老闆有時候會把它煮一下再給我吃 我跟他講拜託不要再煮一遍 水餃再煮一遍是會糊爛掉對不對 怎麼辦 我說你有沒有微波爐 拜託你微波爐把我熱個三十秒就夠了 微波爐熱皮是不是更Q 肉就熟了 這是方法 那豬肝也是一樣 豬肝常常有時候血液一直滲出來 他們會說這樣子很嫩 厚切的豬肝常常有人是這樣燒 包括七胸肉也有人這樣燒 怎麼講呢 七胸肉因為它不知道用鹽巴來醃 它保持性提高 它可以變嫩 它怎麼燒呢 它水滾了以後 就 這個滾多久了 剛滾 好 關滾我們再等一下 再等個幾分鐘 再等個五分鐘左右 好 這樣滾動 三分鐘好了 再滾動 那 煮肝呢就是說 有時候有帶血 我們大家還是早吃 很可怕 那 醉雞呢 骨頭有血的時候呢 尤其是 刀子砍來砍去 那個血液是會污染 假設沒有煮熟 有血液污染的時候 我們應該不要吃人 好不好 再來看高溫水煮的變化 麵食跟蛋白質是不一樣 如果各位去吃火鍋的時候會發覺 餛飩是不是越煮越軟 像麵條越煮越軟 但是燕角為什麼煮的時候會變硬 因為燕角是肉做的 瘦肉做的 這兩個是不同的 鐵蛋 剛才營養師也有講對不對 鐵蛋是越煮越硬 純粹的蛋白質 如果包得好好的去煮的話 它就越煮越硬 雞胸肉 大部分都是瘦肉 大部分都是蛋白質 剛我們看過對不對 燕角就是蛋白質 越煮越硬 那怎麼辦呢 你就是要想辦法煮的之前的時候 去給它泡鹽水 讓它的保滋性提高 它的結構強一點 但是剛開始結構強沒關係 它的保滋性提高以後 煮出來的時候 多保留5%的汁液在裡面 你的肉就會嫩 回去可以試一下 我們大家都可以看 所以你直接加熱 蛋白質會變性會變硬 那我們再看一下沙門市感菌 六七十度C左右 很短的時間就可以去到沙門市感菌 但是我們家庭主婦的時候 摸過蛋以後有沒有洗手 你如果沒有洗手的話 沙門市感菌是不是要污染 甚至有的家庭主婦 燒完菜就直接去吃飯 是不是把餐桌上都污染 反而出問題 要小心一點 那我們半生的蛋 要小心一點 這些都開始不要吃 最好醉蛋時間不要吃 我本人也很喜歡吃所謂的半熟的蛋 但是最近我都把它炒熟 稍微注意一下 各位看到 平安米蘇剛剛有講對不對 還有美乃滋 太陽蛋 水波蛋 螳心蛋 慕斯這些都要小心 最近這段時間忍一下 如果想吃的話就把它燒熟 真的要燒熟 那這個肉大概已經熟了 我們把它撈出來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吃了 就這麼簡單 把生肉 生肉再強調一下 生肉去泡鹽水 泡一段時間以後 讓鹽滲進去 或者是生肉用抹鹽也可以 讓鹽滲進去以後 你在把鹽洗掉以後 在淡水裡去煮 千萬不要水裡加鹽 我剛剛有講過對不對 如果在鹽水裡煮 它收縮是百分之三十 一般的水煮是收縮百分之二十五 如果你淹過在淡水裡煮的話 收縮百分之二十 好不好 我現在把它拿出來 你筷子可以去擦一下就知道 現在已經熟了 沒有血水很容易擦進去 那我把它撈出來 這樣就很簡單可以做出來 好不好 大家可以回去試試看 非常簡單 謝謝